第一天,其实那时候啊,我都不晓得说会不会有人上来按赞,那时候有压力 你的赞那么多,我才有压力勒 不要这样想,可是真的从第一天到现在,真的有很多的朋友是会常常告诉我们说 今天要小心,温度可能很冷很低,大家要穿多一点啊 都会来问候我们,然后我都会觉得,哇,已经像家人一样的相处了 你的节目的粉丝多,真的是不用大家说的,而且节目也好听啊 你在挥什么啦,没有我在边录影啊,我在录晚睡美少女 还要录我们的端端,现场待会等一下就可以贴出来给大家看啦,你不觉得很酷吗 很酷很酷,只是你跟君庭两个人一直这样子挥挥挥挥挥 我不知道那些,OK,你可以称赞一下我们啊,我刚不是称赞了I Happy吗 好,我也向大家大力推荐爱晚睡,真是一个有质感的节目 晚上在听的时候都会觉得,哇,如果可以喝一杯热牛奶 很好睡耶,因为你放的,我的节目很好睡吗 不是,不是,我不许你这样子污蔑我 不是,我觉得应该来进拆礼物的这个阶段咯 对不起,对不起,怎么看 我开玩笑的啦 我不是故意的,我说他戴绿帽,然后又说他节目好睡 可是真的不是那意思,我的意思是说晚上听真的很舒服 就像是一个好朋友在跟你聊天这样子 没有,我觉得刚提出这个想法说两个人要一起来为大家跨圣诞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开心,因为我觉得端端是可以带给大家幸福跟开心的人 所以我才觉得说一定要一起给大家一起,两个人在一起,让大家有温馨的感觉 所以你说今天是两颗钻石相撞的意思吗 对,可是今年五倍 好啦,我们来听个歌曲,待会为大家揭晓,怎么礼物这么会卖关子